耐吉利亚现任总统布哈里 在首都阿布加宣布前任总统夏格瑞 在当地时间28号辞世享受93岁 哈布里发表声明表示 仅代表我的家人、政府及耐吉利亚的人民 拍着沉重的心情证实 收到了耐吉利亚首位行政总统夏格瑞过世的消息 而耐吉利亚人民即使在前总统夏格瑞下台后 仍然对他怀有最崇高的敬意 如今他与世长辞 人民将会永远地怀念他英明的忠告 夏格瑞在1979年赢得了耐吉利亚大选 并且执政到了1983年 在他的执政期间 以房地产、工业、交通和农业 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 尤其在石油经济的繁荣方面 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在交通方面 他还启动了全国公路网络 并且发起了一个促进机械在农业中的使用项目 虽然他出台了多项具有时机的政策 但是当时的政府腐败严重 在1983年时面临了国家财政恶化 加上世界石油价格下跌 以及当地流行宗教和政治暴力问题 使得夏格瑞政权变得不再受到人民爱戴 最终在1983年新年前夜 被现任的耐吉利亚总统布哈里少将 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 结束他最后毁于参半的政治生涯 明镜电视记者也欠于整理报道